首先,多謝各位記者朋友 出席我們幾個五大商會的聯合記者會 大家都知道 剛才行政長官公佈了 關於長復金、遣散費 與強積金對沖的最後方案 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 其實也討論了很多時間 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是必須要深思熟慮的 新一屆政府其實還有不夠十天 其實就會上任 在這個時候 很快有新一屆政府的時候 在勞工界和商界都沒有一個共識的時候 其實反過來講 我們勞工界和商界對於所謂的原方案 其實是很大的保留 在商界方面 我們很早的時候 已經向政府表達了 就是說那個原方案其實是很複雜 實施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在那裡 稍後 詩榮華會長 都會在那方面 多些跟大家去解釋一下 我們就會覺得 在這個時候 在完全沒有共識的情況下 強行下這個結論 我們覺得非常之遺憾 一個比較務實 而又負責任的做法 我們當然認為 當然是不要浪費了 現在我們討論的基礎 而事實上 有些司長 局長也會過渡到新政府 我們希望繼續用最積極 最開明的態度 希望跟下一屆政府 好好地坐下來去談 同時間 我們也覺得很失望的就是 我們自己商界五大商會 提出了一個建議 我們那個建議 一樣是會 第一時間 令到全港三百萬的打工仔 受惠到的 但很可惜 政府從來沒有正視過 沒有認真研究過 沒有我們坐下來好好地談過 那個建議 同樣地 一會兒 Jimmy 就會向大家多些去解釋一下 我們自己商界提出的建議 我將現在的時間交給司會長 今天是星期五 其實大家原本心情都非常好 準備過周末 但是剛才都很遺憾 和失望 聽見現屆政府提出了 一個關於取消對沖的方案 這個其實是跟我們自己 工商界也好 或者勞工界也好 甚至乎社會上 我認為是未有共識的一個方案 謬言這樣去推 那個影響是非常之負面的 我會覺得 那其實 整個諮詢來計 其實我們收到這個方案 都是在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的時候 才知道 之前完全我們沒有獲得政府的諮詢 所以我有少少不太明白 為什麼政府推出一個 它的方案之前是沒有跟工商界的持份者去聯絡 諮詢或者解釋 那推了這個方案出來之後 就所謂三個月的諮詢期 那我剛才都問回我們不同商會 或者我們商會內部的同事 真真正正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被諮詢過 當然 基於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覺得 我們都是要 正面去反應 這個 社會上大家關注的議題 我們其實是 就是 走出一大步 工商界非常之有擔當 願意是 拿出最少一個%出來 是令到每一個 剛才Shirley 說到 每一個打工制都受惠 當然這個 我現在不多說 Jimmy等會會多說些 那說回政府的方案 為什麼我們一直都有保留和看法呢 其實大家要解決這個 對沖的問題 我們 商界很務實 就希望去解決 但是 遍散費和長復金 這兩個金之間 和MPF的功能 事實上 政府也好 社會上也好 也都承認是有重疊的地方 政府的方案其實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那 打工仔被遣散 那 不要用MPF來衝 那 當它那個長期服務金 的性質和MPF 基本上是一樣 或者大部分重疊的時候 這個問題是沒有解決到 那 其實政府在2017年的扶貧工作 退休保障的文件裡面 自己也都承認了 這兩金是有 就是這個長復金 片散費和MPF 是有很多功能 是重疊的 那 要和 工商界和 雇主和社會解釋清楚 為什麼 雇主是要給 兩份 這個我覺得 是必須要的 那個雇員 和我公司做了 五年以上 我給他一個長期服務金 其實我們認為 基本上和一個 退休保障 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個我想我不多說 那 還有政府 其實 他現在的方案 是完全違反了 當初 定立MPF 這個強制金條例的時候 的立法 的 原意和 承諾 那 另外其實 作為中小企 你叫 我們 負責任這樣說 你現在給 十年的過渡期 來我們去 取消這個對沖 那 作為負責任的商會 那 我們都要考慮 十年後 那些雇主是怎樣的呢 我們不可以說 我們今天拿到 這十年政府的 七十九億 補貼 我們就不理將來 雇主的生死 那 其實我們的方案 也是很大成的 而我們一年是拿 五十幾億出來 去解決一個 三十幾億的問題 那 如果十年是說 拿五百幾億最少的 所以 我們始終覺得 政府的方案是 有 檢視檢討 和改變的空間 還有一個 一個 不是一個 一個 漸進式 分十年 去取消這個對沖 其實對 很多中小企 來計 是增加了很多負擔的 人力資源 人事的管理 其實它的計算方法 也是相當複雜的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方案 是沒有解決到 剛才我說的幾個問題 那 另外 就是 講到 其實我們 覺得 現在的問題 的出現 很多時候 是由於 在僱員 在很早的階段 就是 將自己 MPF 戶口的錢 提走 這個 我等一會 交給我們其他 商會同事 去進一步說 那 我先講到這麼多 等一會 或者再有時間 再補充 或者我 很清晰地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 MPF 的 定定 當時通過了法例 我相信在座 我是唯一一個 當時是立法局議員 我也是一個小組 研究的 這個法例小組的成員 我想這裡一定要很清楚 告訴大家 不要弄錯了一件事 似乎 好像說 強積金的定定 是一回事 但是 遣散幣和財富金的付出 另外一件事 不是的 因為當時很清楚 說明 成立一個強積金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 因為我們發覺到 尤其是中小微企 那些小企業 要它儲錢 來付遣散費 或者長期服務金 很多時候是不容易的 即正 多數都不容易 所以發現到 很多時候 不夠錢 給那些 長期服務金 或者獻散費 有時候去到 要破產 走去 破院基金拿錢 但是 過去十幾年 十七年 因為MPF執行了 研究這件事 差不多是二十年前 二十多年前 開始研究強積金 最後通過了 2000年的時候 開始 收回強積金 那裡說得很清楚 法例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可以將 強積金 儲下來的錢 來付遣散費 或者長期服務金 尤其是初期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初期的時候 政府早些 訂定 那個 獻散費 和長期服務金 是有計算方法 大家都知道的 分別很小 一個 兩年後 如果你獻散一個人 你就要付 獻散費 如果他服務了你五年之後 如果他離開 你要付長期服務金 我們當時發覺到 中小企 是很難儲備了這麼大筆錢 來應付這兩個付出的 所以 亦都是因為其他原因 更好 令到退休的員工 能夠有多些錢 給他 所以強積金的成立 主要就是這個目的 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令到中小企 一定要儲低的錢 每年 將他人工 1.5% 8% 到現在 數字不小 六千多億 那些幾億 當然一半是 雇員自己的錢 但另一半 就是雇主馬的儲 即是三百億 到今時今日 你很想知道 數字是不小的 很大的 來付這個做法 所以不是說 我們僱主 走貞便 將強積金 拿出來 付獻賣幣 和長期募金 而是法例規定我們 容許我們 用強積金 來做這兩件事 當然 如果中間真的有人走了 有人退休之後 他退出了 那當然 付了之後 他還剩下來 在強積金 那裡 是少了 這個 必定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 隨著強積金 一路運作 運作越長 的時候 他儲的錢 一定會大 政府 要求我們 付的 長期募金 或者欠賞費 因為那個是一個上限 那個上限 每個人是39萬 所以 如果強積金 一路儲到 超過一段時間 到現在 未夠 可能未夠 但是再長一點 一定是多 很多 如果你說一個人 他的工作是25歲 到65歲 的話 工作公寧 40年的時候 如果他強積金 儲足40年 那筆數是大 但是 我剛才說的38萬 讀很多 所以實在來說 當時的願意 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要很清楚 說明 法律上是這樣的做 你現在要改變 不准對沖 實際對沖這句話 我們覺得 都不接受 因為對沖 就是拿去第二書 給了別人 就說對沖 去不知哪一書 就對沖 但是實在不是 那些錢是給了一個員工 實在在那裡給了錢 他 如果他說 那他拿出來 但退休金就少了 是 但實在 他應該可以放回去 他退休金 那個戶口書 那就是沒有少 但是 這個是他自己 當然有權去處理 我們就 很難說 要怎樣 脫定什麼 所以 這次提出來 我們都說很多 我們的歷史一定要很清楚 知道 不是僱主 走精便 將他 扣好錢 而是法律上 容許我們這樣做 當時的強積金 成立 亦是 讓我們逼中小企能夠 存錢 來應付這兩個需要 所以 想到這裏之外 我們就 因為政府提出了 有些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將同退休時 拿的錢就變得少了 這是我們承認的 但剛才我說 如果他放回去 就沒有少 但如果他真的用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五大商務考慮之後 既然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願意想一個方法 增加多些錢 讓他儲多些錢 會輸 我們是有意願的 但可惜 政府就好像沒有 認真考慮我們的提議 我們的提議是很簡單 很容易做 亦是按照現在的做法 很容易很多 但可惜他們沒有考慮 這裏我想請我們 同事再詳細說 我們的建議出來 以及政府的方案 為何我們不能接受呢 不僅僅我們不能接受 勞工也不接受 可想而知 一定是有問題的 請 五大商會其實一直都很希望 政府提出 在對沖強積金這個議題上 進行如何優化強積金 在現在這個制度 亦都特別是對一些僱員的保障 所以我們在新的建議裏面 第一 我們僱主願意 取多1%出來 亦都建議政府 取多1% 而這2% 即是在原有的強積金 僱員的戶口 裡面是由10% 會增加到12% 增幅是20% 而我們 看得到這個做法 是比較簡單 我們沿用了以前 17年這個 一直以來 強積金的戶口供 僱員這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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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人士未上班 前又知道 去到時候這樣供款 亦都很清楚 如果有遇到被遣散 或者是離開公司 知道自願離開的 一定沒得拿的了 但是 留在 強積金 戶口裡面 僱員的部分 是完全自己拿走的 不過 如果這些的朋友 僱員 他是被遣散 或者是被 不非自願離職的話 他就要處理 遣散費 或者是循服金 那麼這個 法律是規定 僱主這個法律責任 必須要 在合符合資格的一些僱員 就是要支付 這個 循服金和遣散費 他在哪裏支付呢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 僱主幫助他們 在每一個月裏面 加的5% 這個 我們大家知道 就是強積金 供款 這個強積金供款 再說回政府 他那個比較複雜 因為 你自己存起這些錢 就撥一個撥備 可以退稅 但是真正 在每一個中小微企 的會計裏面 他未必有些 小型的僱主能夠有這樣的能力 是可以把 儲存的錢 不用住 如果當這些 微型 或者中小企 的僱主 他真正遇到財政困難的時候 儲存的錢 都會用 如果真的用了 出現甚麼問題 亦都出現在強積金 我們這個法律實施之前 那種情況 那 主哥這麼資深的 勞固會委員 一定知道當時 就在那個 勞資爭拗很多 因為又需要到 破險基金裡面去找這件事 政府 現在這個方案 正正 就是沒有為到 僱主去儲錢 這個儲錢 不是要他自己儲 自己儲 強積金 這個條例出來之前 都是自己儲錢 因為法例規定 你必須要 有付這個責任 你不儲起錢 你自己就沒有辦法 在到日後 需要拿錢的時候 就不夠錢 要支付就可能 要去到破險基金 這個好處 是其中 我們這個方案裡面 是簡單繼續 是可以幫助僱主 儲錢 那僱員也不需要擔心 日後 他走的時候 會不會沒有錢 拿呢 因為他已經準備了 那些錢在那裡 重視在目前 我們看得到 政府的資料 是要處理對沖 那個 其實對沖我們說 是提早拿走 剛才的概念 就是提早拿走 他在僱員 僱主為他 儲起的強積金供款裡面 他如果提早拿走 那麼 那個部分是多少呢 現在在2015年 是33.5億 2016年是38.5億 但是我們1%等於多少呢 在現在計算的數目 是超過50億 那麼這個數字 是遠遠是超過 現在 因對沖 而是被提早拿走的 對沖的戶口裡面 那麼所以我們是 就是在看 這個數字是大 就是僱主是願意拿錢出來 拿多些錢出來做 希望是解決 對沖所引申出來的問題 同時 為了避免了 那個僱員提早拿錢走的時候 就是如果他遇到這些 需要做險散 或者是被自願辭退的話 他就會最多 每一個僱員 是拿3萬元 或者是兩個月 那這個原因就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聽到很多 就是坊間他們說 他的錢提早拿完之後 到他退休的時候 沒有 那種強積金戶口裡面 所餘無幾 沒有辦法做到他退休的生活 這個意見是提出 是針對性處理這個問題 那麼我想大家 就是 再一個去看回 就是目前現在 究竟影響到 就是退充的僱員有多少呢 不夠5萬每年 在佔就業的人口 是少於2% 那麼 我們大家明白就是 我們現在說的是 對沖影響的人有多少 是2% 僱主 我們現在五大商會的建議 建議他加多1% 是交給所有的僱員 現在是強積金戶口裡面的280萬的僱員 在他們的戶口裡面 直接會加多1% 同時也都建議政府加多1% 就是這個的數字呢 其實遠遠是大過 大過現在目前的退休保障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繼續聆聽我們 為何提出這個方案 我們的方案是應該比目前政府提出的方案更好 另外最簡單的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沒有用過一些 現在要的財務如何計算 已經用回現在用17年過去的時間 但也是在用相同的方案 即是說遵從成本非常低 以及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這種多餘的憂慮存在 沒有多餘的憂慮 因為如果有一個新的方案 大家都知道就是 有些新的方案出來究竟是怎樣的 那麼坊間 每個人都很擔心 對他怎樣影響 要他知道 那麼這個方案的好處在這裡 所以因為我們的方案看到這麼好的時候 我們覺得政府的方案 即是不好的地方 我們的差異很大 所以我們不同意政府的方案 是來繼續在這裡用 最後一點我想提到的就是 我們五大商會最重要想提醒的就是 任何一些政策改變 特別是在處理著長伏金 必須要考慮一件事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在長伏金 和遣散費和強積金 是有重疊的成份在這裡的 究竟它重疊多少 怎樣去計算這些是需要 在社會 僱員和僱主 大家坐下來一起去研究 是希望大家都能夠走出多一步 我們期望未來的下一屆政府 可以透過多方面的一些討論 形成共識 大家多走一步 我講到這裡 我講到這裏 因為之前議員代表說之前 我補充一句就是 我們昨天聽到 我們經常提到是中小微企 為甚麼呢 因為這次政府 就算決定是這樣處理也好 就影響不到大企業 因為大企業 它有自己的退休金制度 那些就不用有強積感 那些情況下 他們基本上就不受 醫治政府的影響 但我們是 對相反的 我們認為中小微企 我們是一定要幫他們解決好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對中小微企 是不容易解決的 但是大企業 我們不用擔心它 那些錢可以怎樣做 而且它真的有自己的退休金制度 所以我們就強調整一下中小微企 所以我們提議的方法 都是盡量做到簡單 令中小微企可以容易應付 好 謝謝 好 好 好 我還是這樣 首先 我相信我們同事 大家都說了很多 大家都明白到 其實 對沖這個問題 是 都幾複雜的 剛剛 我想我們同事說了很多 有數據 有方法 我想不如 首先我想總結一下有幾點 第一就是 我想再重新 我們相信 五大商會 相信 其實香港大部分的僱主 都明白到 亦都願意 其實參與去討論 怎樣可以幫助香港的打工仔 退休生活是好一點的 這個大家都明白 好像剛才師傅長說了 我們都鼓勵僱主 出多些錢 亦都僱主 相信是願意的 或者我總結一下 剛才我們同事說過幾個重點 可能那些 梅界的朋友 可能那些生歸 我用短一點 第一 就是那個historic 歷史遺留下來 當初 這個 這個 強積金 僱主 是可以 對沖 所以 就 積極參與 那一路 都是有這樣的承諾的 那現在是改變了 第二 就是 僱主其實 或者商會 我們幾個加起來 都是其實 鼓勵 是要多花錢 所以 不是 考慮 說 不肯 多花錢 其實現在我們提出 呢 相對政府的方案 我們是 必然會多花錢 因為我們說的是 譬如說 1% 我們供下去 那個 個別的戶口那裡 一定是多花了 那麼 我們不明白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個人也相信 可能 政府裡面 大部分 很多參與的 官員 這個 這個方案的官員 可能 他們真的不是 做生意 或者他們不是營商 我感受到 他們是 不太明白 中小企 那個艱難 和他們 不只是錢的艱難 是經營的艱難 我想他們是不明白的 那麼我們提出的方案 是因為我們明白 我們也鼓勵 就是僱主 是 要花了錢 是應該去參與 怎樣令到 香港 打工仔 生活會好些 退休生活會好些 是願意我們來花多些錢 最後呢 我想說回 就是 我剛剛看完 勞工界的聲明 我們跟勞工界的想法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 第一不明白為什麼 這屆政府 在最後幾天 是要突然推出 而是 勞工界也好 脂肪這邊也好 其實都沒有共識 我們又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 跟我們討論諮詢 我們提出的方案 也沒有具體能夠說 而在最後幾天 要提出 我們是 有些困困 就是這樣說 覺得不明白為什麼要最後 那麼 對不起 我想 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都是 期望 可以跟下屆的政府 再深入去討論 看看 如何調整到這個方案 是令到 我們 香港 港大的僱主 是可以參與到 如何幫助 打工仔的退休生活會好些 而又中小企 是可行的一個方案 現在現階節目 只剩下幾天了 我想 我想 我先說了這麼多 可以問一下幾位 可以告訴我們 知道哪間部門 可以問一下幾位 是否 剛才政府也說明 那個十年是被商界儲錢的 十年時間的補貼 就是被商界 就是企業去儲錢 那 是否大家都覺得 十年是儲不到錢 會不會預視到 將來會有一個倒閉潮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 聽你們這樣說 到底是否你們都是反對取消 對衝呢 那麼 你們五大商會 在立法會 就是下一屆的投票的取向 是否都是會 反對政府整個方案呢 那會不會被人感覺 你們是拖自決 好了 我回答一下 其實 儲錢那裡 十年沒有儲錢 我剛才說 可能我講得未夠清楚 我現在在做僱主 可能我十年後才做僱主那些 那要怎麼儲呢 或者我五年後做僱主那些 就要短一點時間 其實 我覺得這個是 我經常都說 我們不可以說 我今天 我代表僱主 代表商會 代表工商界 中小微企 我們想的事情 只是想自己現在 我的眼前問題 是解決了 十年後的問題 是向回到的 那十年後那些 怎麼儲錢呢 其實當年 剛才我的同事都講得很清楚 正正是怕有些企業 是拉閘 沒有一個儲備 去遣散費或者是 長扶金 所以 大家要儲錢 現在政府提出這個十年 我剛才開始說 十年後做僱主怎麼做 他都要面對問題 沒有解決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是否反對取消對沖 你可以說是 也可以說不是 其實我們覺得 就是 今天我們 是走了一大步 就是我們的會員 我們工商界 都 正如剛才的Louis說 我們是願意 是希望我們的 顧員 是有一個好一點的生活 有好一點的待遇 好一點的退休 那 如果你只是說 取消這兩個字 是重要的 而是不考慮到實質 對 無論我們的競爭力 或者對 僱員的 得益 我覺得是 以偏概全的 我們的方案 講1% 加1% 其實是 每一個僱員都會得益的 在座你們每一個都會得益的 那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一定要去糾纏 是不是撕掉這兩個字 才是重要的 而是走一個 其實大部份的僱員 是沒有好處的 其實大部份的僱員 是沒有好處的 這個 就是我們那個 是真的 剛才特首說的 我們的方案 是真的為了 所有二三百萬打工制的福祉去考慮的 那 現在政府的方案 是 未必 你不備解僱 或者你自己離職 你是拿不到 長復金 或者是遣散費的 那 那 說到底 我們五個商會 都是 一直是 想想出一個 是 比較可行的 是 雙贏的方案 沒有錢 沒有這個 誠意 就慢慢 不能做到 那 既然 今天我們 都說服到 我們的會員 我們的商界 朋友 去接受 走出一步先 拿 大概五十多億出來 去解決一個 三十多億的問題 大家再 從場計議 是 我們是沒有排除任何的其他方案 不過我們是希望有多些時間大家去談 是不是 就不要 是 因為這個 這個影響我覺得會是挺深遠的 那 我覺得 不同的方案 正如我剛才都看到 勞工界都提到 其實不同的方案 我們是沒有 真正坐下大家去 討論研究過的 我想再補充一下 優雅 其實師傅長說得對 就是 你剛才說會不會是僱主拖呢 我們提出一個方案 如果政府覺得是好的 立刻做過 不是拖 所以跟錢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說過是五十多億 是不是 所以我拖 我不是拖 我拖什麼呢 我就是拖 因為 你說拖的就是 因為我們研究 看回政府的方案 是 很難 中小企是很難跟 不是錢的問題 錢比我們現在說 五十多億 對他們說過三十多億 我們那個人人也有份 所以 不是 首先回應一個拖 其實 如果好的東西 就不用拖 不好的東西 只是拖 現在我們在說好的東西 應該不是說拖 我提醒一下 就是 我們有些數據 在2012年 統計處的數字 就是 自願離職的 他不可以拿 這個 遣散費 或者長報金 的人 僱員的比例 是六成 就是 在2012年裡面 因為你看到現在 年輕人 他們打工的心態 是他們要 一路去轉一下 試一下工 或者 去 Working holiday 現在跟以前不同 就是六成的僱員 他是沒有機會 是可以拿到政府的 就是拿到僱主 是幫他補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平均要補多17% 就是他拿不到 那個 就是給他的 所謂 當要離職的時候 就是僱主的 就是 要不夠強制金 供款裡面不夠的時候 他要補個差額 就是他今天沒有辦法 拿這個 沒有辦法拿這個 這件事的時候 如果現在我們建議的方向 給多1% 就是代表甚麼呢 你不拿的也有 明明這個概念 就是你不是因為 你自願離職也給你 那麼 這個是好的 怎麼還要去拖呢 我希望你選擇 我或者補充兩句 其實我們是反對 這個所謂的原方案 正如剛才我們也解釋得很清楚 其實那個方案有很多的問題 最基本的就是中小企 根本就很難 沒有辦法去理解和跟隨 而你剛才也是問到 是否可以反對取消對衝呢 剛才師匯長說得很清楚 其實很簡單 在盡量為僱員提供最大的退休保障 以及同時間 是中小企能夠跟隨到 可以負擔到 簡單易明可以持續的一個 在這個大前提下 其實我們願意探討任何的方案 坊間甚至是有些方案 會不會是取消了遣散費的對沖呢 我們其實是不反對去探討 研究任何方案 但同時間政府也承認 就是說這個長伏金和搶跡金 其實是有一個重疊的問題 那麼他們一方面承認 這兩樣東西之間有重疊 但另一方面就簡單說 我解決的方法就是把三分二的計算 減到二分之一 似乎在我們的眼中就覺得 是很草草了事 是沒有認真去正視這個問題 好好地去研究 有兩個問題想問的 第一就是 盧芳已經說了不滿意 現在其實支芳的反應也不太好 如果最後這樣拉倒了的話 你們認為責任在哪一個處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們特別是盧顧會的代表 想問你們在盧顧會的表態會是怎樣 就是這樣 我自己在盧顧會裡 我先回答一下 這是盧顧會的一個支芳的成員 盧顧會我們是談過的 大約談過 簡單地說就談過兩次 但實在正式談就有一次到 但那次很清楚了 我們在盧方也好 脂肪也好 都認為政府提出的方案 有問題 我們認為很難接受到 這是不能夠共識的 一般來說 我們在盧工的問題裡 我可以說大約百分之百 除了這個方案之外 通常我們都可以達到共識 問題的共識是在哪個水平 當然陸方可能要求多些 脂肪可能認為不需要去到那裡 但最後也能達到共識 但在這個問題裡 我們是不能夠共識的 第一個問題 我猜應該會反過來看這件事 其實我們剛才也不停強調 我們願意多一些付出 願意用最開明積極的態度 大家坐在桌上去積極研究一個方案 但是現在放在眼前的方案 商界覺得不能夠接受 勞工界覺得不能夠接受 我覺得就算被抓到 可能會變成是一個很合理的情況 我們完全同意 現在是不足夠的時間 這麼複雜的問題 又要找很多數據 如果我們大家都用一個態度 非常審慎 去研究各方面 對於香港未來經濟的影響 如果我們真的談不成 責任在哪裏 我講的是時間 我們不夠時間 Timmy 從RTHK 你覺得是否正確的 政府提出這個計劃 當時的結尾結尾 或是否失去提出 這些計劃 如何會影響 如果政府提出這整個事件 對於CEMBE 你希望很多人會閉嘴 因為這之間 你可以幫你 解釋 你的計劃 是更多的 提出 給你了 謝謝 Thank you. Should I take that? OK. As we said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is current administration, this outgoing administration will only last another less than 10 day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ce a conclusion now in the absence of any consensus and plus the fact that both the employer side and the employee side have both indicated strong reservations and also explaining the reasons why we have reservations, we feel that it's actually reckless to do so.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 new administration and we also feel that because actually the chief secretary will continue into the new administration, so will quite a number of the secretaries, all the work that has been done or the foundation that has been laid will not be lost. So I think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a healthy,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with the employee side. So in order to achieve, find a solution to this very, very complicated problem or issue, should I say. And plus the fact that as we were trying to explain, this is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with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And against the context that we want to give the employees the best protection, the best retirement protection possibl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really need to devise a scheme that is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and that is manageable b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hich are the backbone of Hong Kong's economy. Do you expect a lot of them to close down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 Maybe I can... Well, I don't think many will close down immediately. Of course not. But what I see is we'll have less SMEs, we'll have less entrepreneurs because of regulations like this down the road. So 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to run a business nowadays in Hong Kong. It's even more difficult in the future. so I can check that out. Yes. Yes, I think.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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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商會曾經跟候任行政長官有一個非常好的意見交流 就著整個經濟不同的課題 也包括強積金對沖 我相信其他商會其實都是大家我們各自 都曾經見過候任行政長官 也就著現在的方案我們的保留 或者我們的建議是怎樣 我們都有一個初步的交流 所以我們真的期望大家可以坐在客觀地 以訴求為依歸的情況下好好地去商討 尋找一個方案是大家都可以尋找到共識的 我補充 謝謝 我補充 謝謝 想問一問 你哪間 雙日電台 雙日電台 想問一問 剛才政府方面也說得很清楚 覺得對沖問題 對沖是必須解決他們的共識 他們就反駁你們的方案 他們就說如果政府需要長期為僱員 承擔強積金供款 政府對這方面是很有保留 他不希望長期付出 而反而是相10年補貼的方式 就一次過處理 對於政府對你們的方案的反駁 是怎樣看 問了這件事 麻煩你 麻煩你 對不起 很快 然後可能柱哥再補充 我猜我們覺得很失望的 就是其實 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出發點 不同的顧慮 不同的立場 但是如果政府覺得 他不希望長期承擔這1% 我們大家可以坐在桌上談 我們好像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一方面 其實是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是應該真的大家拿著一些數據 拿著不同的方案 好好認真去看一下 不同方案的利與幣 以致到在中間找一個 中間落物的方法 我很快再補充一句 其實政府說不願意 正如Shirley 說 沒有跟我們談得好 你說不行 那我們多出一些可以嗎 僱主其實都是有 我們其實說1% 其實我們自己都談過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我們再去想想 會不會多一點點呢 這裡我不敢說 但是起碼我覺得 大家應該要有一個 去討論的空間 譬如說1%不行 你政府不肯給 不肯一起供 那麼我們供多一個 沒有談過的 那你也給我們時間 去跟我們的會員 或者工商界去探討 他們能否承受 能否接受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仔細一點 去處理這件事 有線電視的 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現在政府用最先的原方案 但其實中間你們都一直跟勞方 都拋過很多不同的建議出來 會不會覺得之前做的全部事都是徒勞無功 好像被政府耍 另一方面就是想問一下 關於跟林太那方面 因為CY就說 下屆政府可以有權決定 之後是怎樣的 其實會不會期望 林太可能會再跟你們談 或者你們會不會在未來 讓林太上任 在短期內會找他談 林太對於強積金對沖這個議題 都非常渴望能夠解決 我們在公議總會跟他們也有接觸 跟其他商會也是相同 所以我們也期望會有展開討論的空間 至於是否會一抽即達 我想這個也要看回 我們現在大家在勞資雙方 已經建立了一個基礎 在很多數據上 大家都知道方向是怎樣走 也提到剛才我們是否給多1%的基礎 能夠長一點時間 再看看經濟情況是怎樣 是否可以再增加供款的比例 我們也沒有排除這種可能性 但真的需要開始一步一步去走 因為太大一時的轉變 我覺得在整個經濟環境內 未必那麼容易接受 特別在一些中小微企內 所以我們覺得在1%開始 然後繼續朝這個方向去走 我想回應剛才1%是政府的供款 為何不供1% 其實我們裡面只是建議而已 其實建議裡面的內容是甚麼呢 其實都是為了全港鼓勵打工人士 你出來做事 政府有補貼給你的 你出來做事多1% 變成你可能有這樣的鼓勵的時候 是多了一些人士 他們會出來工作 另外就是這1% 亦都在當政府 現在在長期的盈餘底下 在現在其實亦都可以做一些儲備 不一定你永遠都是在做1%的補貼 你可以到某個時間裏面 在經濟情況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 因為這個實際上是一個鼓勵的性質 但不是一個法律上的責任 我們建議這樣做 其實政府可以在多方面 多角度去考慮我們的建議 可能時間關於有兩條題目好不好 行三位 其實看回梁振英出來的時候 她都是說下屆政府有一個主導權 你們剛才談的時候 就是剛才說的時候 都說了很多說 希望林太會有一個新的方向 是否就是說你們接下來再談的時候 是完全會不理政府現時的方案呢 我想不是新不新的方向 我想林太她也有說過 她對對衝的立場 我們現在說的是在細節那裡 怎樣幫到打工仔 退休 這個是我們認同的 我們希望再看看 怎樣幫到中小企去做到這件事 所以… 所以是要繼續談 在細節裏面 其實我… 我們提出這個1%的這個方案 雖然勞工界不是完全同意 但是我們走出這一步 其實勞工界的朋友 我們在勞工會談的時候 他們非常欣賞 或者他們想不到 商界肯作出一個這麼大的突破 去支持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那個誠意在那裡 我們的決心也都在那裡 如果這個方案有甚麼不好處的前提裏面 我們應該去政府的方案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的方案是好過政府的方案 也都說到政府方案不足的地方在那裡 他沒有幫那些僱員去償錢 也都非常複雜 要自己財務要處理它 還有就是在執行的時候 他們現在比10年之後 即是等於那些僱主結束後 重新的僱主又如何呢 他沒有考慮以後的僱主 會出現相同的問題 即是如果將種種這些問題考慮的時候 可能政府在原的方案裡面 他找了一些所謂微微微調的時候 可能調到一個好的方案出來 我們不排除有這些情況出現 在哪裡可以看到呢 就是如果他現在說 由三分二變成二分一 那麼他如果能夠 那個比例去到百分之十 或者我們不知道 就是比例計到多少 那個數目能夠展示出來 讓工商界看到 我們可以承擔 社會也可以承擔 那麼這個微調了之後 是不是一個新的方案 或者一個原的方案 我們都拭無二代 可以探渡的 最後一點點 你好經濟日報的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也因為在政府 一月司令部說完的方案之後 其實勞資雙方各自都拋出了方案 包括剛才說的額外公多1% 有五個月時間談 到現在他就決定用政府的方案 剛才就說不夠時間去再討論 那麼究竟多少時間才夠呢 還有有多大信心 可能向下屆政府提出你們的方案 他們會接納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現界特首有梁振英 就說在工時和對沖方面 他想在任期完結 完結前完成 工時方面大家都有一個說法 就是好像偏碳了脂肪 那會不會在強積金這方面 他就要脂肪犧牲回來呢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謝謝 我想個別的問題 我們也要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我想也很難猜在一起來說 但是你說過往那幾個月 我們提出的方案 路上我們有點失望 就是說我們覺得政府沒有很仔細地 跟我們坐下來去討論 我們的方案 或者有多少考慮到我們的方案 我答過公時問題 其實不是偏淡了工商界或者僱主的 如果你看回政府的統計數字 即是統計做了一個超過一萬戶的住戶入屋調查 如果你看回那個數字 其實合約工時 是大部份僱員 八成多九成多僱員是支持的 你說偏淡就一定不是偏淡僱主的 那個方向其實是大部份的打工仔支持的 OK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